總安部有沒有 總安部翻越 兩山之間的低點叫安部有沒有 總安部翻越 所以你會看到這種自然的線型 萬物都會使用 然後人也會用 所以它常常是古道的邏輯 這樣了解 那 或者是河濱或海岸 那這種是自然通道 另外一種是人為的 比如說鐵道、水汛、運河 這種東西 它是人在為了他的這個交通運輸 或者是怎樣 他慢慢所發展出來的一種 也是線型連續 而且通常都很長 距離很長 那這兩種連續空間 他在當代工業化的社會裡面 就遇到了挑戰 這什麼挑戰呢 就是可能中間會變成是阻隔 變成私有地 或者是開發 或者是什麼 導致這個天然的 或者是人為的連續性的空間受到阻隔 而受到阻隔之後 從自然的角度來說 它就會導致生物的 除了忍之外 還有其他生物使用的中斷 這樣 然後如果是人為的遺跡的話 它就有可能怎樣 我待會兒會講到那個 Rail Banking的概念 就是我在那個九大概念裡面講到其中一個 就是舊有的產業文化資產轉型為現在自行車 或是多元的人類的使用 目的是為了保持這樣子難得的公共空間 現行公共空間可以保留給下一代 為什麼呢 因為下一代 現在我們現在好舉例來說 台唐舊鐵道 南北線平行線玉背線 有沒有那個 大家知道嗎 你是髒話還怎麼會不知道 南北平行玉背線 聽過嗎 不知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環境議題 最近文化資產議題 就是以前日據時代的時候 縱貫鐵路怕被轟炸斷了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用台唐鐵道 連了一條南北的平行玉背線 玉背什麼呢 鐵道如果台鐵被 不是台鐵 縱貫線被炸了 這個可以繼續做運輸 這個我今天都不知道 他可以你們不知道嗎 從彰化一直到 竹南 他可以到 所以最遠其實可以到平東 大概可以到台南高雄這樣 然後 沒有他就只有一條線 但是台唐鐵道很多很多 但是這一條南北平行玉背線是連續的 然後他在後來呢 也有提供那個載客使用 就是有大家知道 唐鐵曾經也會載客運有沒有 好 那應該是從台中這邊到的那個中南鐵路 這邊移植到大廠 台中開始 對 有可能 那張會繞到鹿港 鹿港延伸到浮沫有沒有 有可能繞到鹿港 鹿港有鹿港還有一個火車站 在龍勝市旁 河美也有耶 可是那個是 沒有 在客的也有很多條線 對 但是南北平行線玉背線是有一條具體的路線 它是連在一起 其他的都是以唐廠為中心輻射出去的 對 那是唐鐵 然後那這一條南北平行玉背線是連續的 這樣 然後那現在因為怎樣 土地開發 鹽台唐賣土地 然後大家去佔用 什麼什麼 就導致怎樣 那個 這一些鐵道可能會怎樣支離破順 那你從文化資產的角度 希望保護它有時代的意義 然後呢又可以作為現在的人可以去 走路或騎自行車認識唐鐵的遺跡 這是一種多元使用 但是你想想看 假設又過了一百年之後 如果下一代他們要輕軌或者是什麼 他們所有的空間都已經私有化 那他還要重新去怎樣 土地徵收 他 了解我一下 所以國外呢 你看這推動這件事情的是 那個土地大的不得了的美國 美國他們在推道 Rail to Trail的運動 就是鐵道變綠道 他就是希望能夠儲存這樣的連續性的綠廊 因為勢必將來再私有化 要再回到公共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這種連續性的公共路權 要把它保護下來 所以基於這一些保護的原因 包括縫補這個東七地的連續性 或者是人文資產的連續性 然後提供多元使用 然後把綠地連接起來 讓大家可以有公共空間去移動 或者是在都市裡面呢 會被設計成很像林蔭大道 或者是其實台中的綠原道草物道 就是都市型的綠道 那他就扮演著都市裡面的綠負綠的延續 好 所以這一些通通都是國外的各種各樣的綠道 那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我去把它做了一個這樣的界定 就是這個綠道呢通常是 一個是剛剛說既有的 然後人去決定說我要把這個保存下來 我們先來看這幾個案例 比如說美國的伊利運河 他是第一個以運河定定的那個文化遺產 就遺址文化廊道 然後是綠道的一種 然後第一條把鐵道改成自行車道的 美國的這個案例 然後加拿大的這個Great Trail 他是連結了加拿大最漂亮的風景 然後連起來就是24000公里 這是去年完成的世界最長的步道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長距離的綠道呢 他勢必就我們剛剛說分級是怎樣 經過都會經過什麼鄉村經過什麼什麼 所以他會有不同的樣態 那剛剛說的邁禮耗盡 好那這些世界上的綠道呢 他們其實會具有很多複合性的功能 比如在生態上的意義 在社會上的意義 在社會上的意義 經濟上的意義 在文化上的意義 那我們要希望能夠連結這樣的綠道 是希望能夠找出在台灣 有什麼樣的國土空間的基礎 然後這個空間的基礎 找出那個天然連續性的 或人為創造的連續性的珍貴的空間 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這個是一種選擇的過程 這選擇的過程就是說 不是說長成這個樣子的 通通都會被我們選成綠道 但是我們要把它指定出來綠道 必然它具有一些條件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對 這就是我剛剛要講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台灣的國土空間 地理區位作為一個基礎 找到跨區域的共同主題 然後這個區域共同主題可以怎樣 透過找路的過程 把這個區域不同縣市的人 重新凝聚成一個共同體 然後這每一個國家級綠道連起來呢 就會有一個國家的共同體的感覺 然後它可以對外提供 當外國的觀光客來到台灣的時候 它走這幾個主題走完就怎樣 喔 我認識台灣人 各種各樣的特色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空間 其實我們那時候想要去推動 國家綠道的一個論述是這樣 那當然更重要是怎樣 我們希望透過綠道運動去影響政府的政策 因為光是在講步道 其實它沒有辦法去改變太多 跟步道相連的一些價值 這個價值我大概講九個概念的時候就會知道 就是我為什麼要透過這些綠道去改變這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再一次的我們用這個圖來幫大家回顧一件事情 就是面狀的跟現狀的 就是我剛剛畫的那個概念喔 區域的變形 面狀的區域 我把它分成從城市到自然兩個極端 那中間這個重疊的範圍呢 就是半城市半鄉村的 半城市半站 就是鄉村地區啊 記得早上老師講那個 原始 原始 鄉村 跟都市 好這樣 就大概這樣三個區位去想 然後呢 如果是屬於原始區域的這一條線形呢 這條紅色的 為什麼畫紅色的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區域呢 就不適合做綠道 最好人不要進來 這樣 有了早上的概念 剛剛講的概念 大家能夠理解這一段喔 所以不是所有的自然都是人應該進去的 好 那人可能進去的是到了這個 鄉村跟自然的交界的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過來到這裡呢 都應該算是綠道可能會經過的各種路形樣態 路的類型 好 路的類型包括 從 城市裡面 越這邊的應該怎樣 它的使用者需求就是人類中心嘛 然後越這一邊的是怎樣 越生態中心 所以一條路 我用這一條 這個再幫大家回顧一下分級這件事情 所以有可能這條綠道 從完全是城市裡面的公路 我們也可能會運用到 然後運用大眾運輸 或者是一些徒步區 然後呢 進入到鄉村地方 從自行車道 城市人行道 公園廊道 田耿水浸 郊區步道 歷史古道 山區步道 防風林帶道 生態走廊 這一條線拉出來的 可能會一條被我們指定的綠道 它會經過這麼多種樣態 好 那每一段樣態呢 我們要處理的內容會不一樣 好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去選擇律道 怎麼樣選 我們那時候從國際的經驗裡面呢 發展出這五個條件 這五個條件呢 第一個條件是連續性 就是要保持既有現行空間的連續跟完整 這個我剛剛花很多時間 大家能夠理解對不對 你不能夠一段一段 可是連續性是一個困難喔 待會我講到淡然的時候 或張之細路 我會細講這兩個 那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現在的步道都是怎樣 各個不同的主管機關各自做一段一段毛毛蟲 然後那些毛毛蟲是接不起來的 有沒有 你沒有辦法說從這裡一直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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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哪個地方 對不對 你有可能跨過那個縣市 的時候 就 就屬於另外一個單位要做的 所以他們彼此不相連 那這樣子就沒辦法形成一個 現行空間的連續跟完整 它通常都會斷在縣勢交界 或者是機關交界 或者是什麼 公私有地 走一走就變私有地 私有地就不讓你進去了 所以連續性是第一要務 所以它要克服 我待會講的那九個概念的第一概念 然后第二个是整體性 就是要能夠跟周邊的交通節點 社區聚落 油氣服務等等等等 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 這我剛剛在講雙龍步道的時候 大家能夠理解到這件事對不對 一條步道 它不能只有考慮這條步道本身 它要考慮到從大眾運輸 從都會生活圈怎麼樣搭大眾運輸 到了一個主要的交通節點 然後從那邊要怎麼樣進來 這一路都是整體需要考慮的 整體性 代表性 代表性就是說 我現在要找到的這個主題呢 它可以展現某一個跨行政區域 共同的文化特色 共同記憶或生活地景 生活地景 我在想我要不要展開來講生活地景 因為郭承諾老師講生活地景就講一小時 好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就是某一塊區域的風土 地質環境 地理環境 生態環境 會使得這一塊區域人的生活方式 文化型態長得非常地像 以這種同質性作為一個單元就叫生活地景 這樣可以理解 那有的時候是跨行政區域 比如說桃園 新竹 就很類似 因為它是怎樣 紅土 或者是黏土地質 然後是屬於 剛剛老師講的那個 鹿山帶 河街地 所以它會有一些卵石 然後在這地方 他們的梯田的景觀 國坎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們生活方式就是沿著山去做梯田 或者是種樹或種茶 這樣了解嗎 那個東西就超越了桃園市的範圍 或新竹市的範圍 這樣了解嗎 好 那豐富性是什麼呢 豐富性就是說 這條綠道 可以串聯起最多樣的自然人文 或是族群文化的特色 這樣子這個綠道才會有豐富的內涵 最後一個是可及性 可及性是從加拿大的概念來的 加拿大剛剛那個24000公里的綠道 他說加拿大的各大城市的居民 在30分鐘之內 就可以銜接上這綠道的任何一個點 了解嗎 所以可及性就很重要 這樣它大家才會來利用 好 那我們根據這五個條件 去盤點了一下台灣有哪一些綠道 可以來做我們國家級綠道的政策 這個其實是等於是我們十幾年前 千里步道成立以來 千里步道串聯環島步道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國家級綠道計畫 做千里步道2.0 就是把我們原來想做的包保障行人自行車的安全 美麗風光保留 步道分級 手綠步道什麼東西通通都放在這個綠道計畫裡面 去影響政策 好 所以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先看了一下 現在台灣為什麼做不到這件事 如果要做到這件事要克服些什麼困難 那大致上就遇到了這些問題 比如說最簡單的區域合作這件事 剛剛我說的 比如說淡蘭他台北 新北 基隆 宜蘭 大家從來不會坐在一起說我們來連一條步道 所以呢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的分級跟我的分級不一樣 我的指標跟你的指標不一樣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區域合作上面必須要去突破 然後呢政策統合工具 就是包括主管機關分散 沒有一個上任計畫 連續化的系統 這就我剛剛講的各自為政 然後沒有通行權 然後沒有民間參與的機會 李老師早上有講到美國的國家步道系統有沒有 那個紐西蘭或各國都一樣 就是他其實有民間組織跟志工參與的機會 可是台灣沒有 然後呢 我們沒有線型文化遺產的概念 我們都是保存一個歷史建築或一個什麼點 然後沒有 所以我們要克服這五個困難 都是一個困難 對就是總之是一個點 那我們透過線要把整個線型保存 這件事在台灣就會遇到困難 所以我們就希望來突破這五大問題的政策 好 那初步 我們只認了七個國家級的綠道系統 依據什麼呢 其實這個現在講這個東西是在做大規劃 然後我大概講淡蘭跟張之細路是中規劃 然後現在大家在做的一條步道的是小規劃 不同尺度 但是意義一樣 就是你要先從台灣的整體空間 他以前有把它分成國土三軸結構 中央山脈保育軸 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 西部創新發展軸 那意思是什麼 中央山脈是怎樣 保育為優先 一大區位 好 所以我們這三個軸 另外還有離島生態觀光區 那個就是不在我們今年這一次的 這個國家綠道計畫裡面 好 然後在政治治理上面 政治的治理上面 分成七大區域生活圈 北部 中部 南部跟東部 還有那個 他其實是北北基宜 陶竹苗 中章童 宇嘉南 高高平 花東 離島 好 那我們就把每一個生活圈 去找一個代表性 然後怎樣 這一張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地理氣候跟集水系統 還有執群落燈 這個分類大家看過嗎 御神看過嗎 沒有嗎 這個很有名的 這個他是用氣候 環境 植被 植群 就是他剛剛說 植群的特性 發現這一區有一高度類似性 這一區有高度類似性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生活地景 生活地景是基於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生活方式非常接近 這個好像是那個植物在分類的 對 植物分類的 但是他這個植物分類是會跟氣候 對 有關係 所以呢 剛好這邊就會跟這個 七大區域生活圈有非常類似的重疊 那就是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說的生活地形 有沒有 就是你在這個地方的生活 好 OK 所以我們基於 現在你們會看到那個 那個做規劃的時候要考慮的尺度 哪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從這裡面去找到 具有連續性的整理可欺負代表 封不信的什麼呢 這裡面還有一個標準 就是除了遵循國土空間策略 依尊重自然文理 人文文理 還有區域治理的基礎 剛剛那這張圖都講完了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優先跟相關政策與計畫結合 不用再自己去創造一個新的計畫 所以我們就把它分成國家級律道跟地區級律道 國家級律道一定要跨區 具有這個跨區的代表性 所以北台灣北北基宜是淡然國家級律道 陶竹苗中是現在叫張之細路國家律道 然後呢 本來我們在這裡面有建議 中章頭是山海屯國家級律道 然後這個台南 從台南的沿水溪出海口一直到御山 甚至我們在想說沿著北回歸線到花蓮 這一條是從山到海的山海郡路線 就因為他沿著加南大郡 然後呢 再來就是西南庭園 這邊會有兩條 一個是以加南大郡南北幹線為主幹 還包括延伸到八堡郡的水郡國家級律道 還有就是唐鐵國家級律道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唐鐵南北平行預備線 然後再一個是南島國家級律道 就是以原住民為主題的古道 那這裡面包括之前我們有參與的什麼呢 就是阿朗伊古道就是北南郎橋有沒有 以前屏東到台東的這一條路線 他就會是南島國家級律道的其中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會跟原民會那邊去繼續往下深入 最後一個是極陽山脈國家級保育律道 那這個極陽山脈國家級保育律道就是以保育為主 就是剛剛說的這個區位 那人進入是必須受到一定限制的 好那所以呢大概就會有這幾個 當然這個區位這個大家已經 剛剛我已經描述完了大家就大概知道 好那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要做這個 國雅級律道的內容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國際上的這九個概念 這就是我們做這個國家級律道要去突破的 要把這九個概念放到台灣來 然後把政策上能夠突破 然後我講完之後 如果還有時間再講那個淡蘭跟張智希 不過應該可能會沒有時間 好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再講九個小行星 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有人有問題嗎 謝謝